又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又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喂,汪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这次我们就讲讲这个世界时事的第一则新闻 想不到这个马赫斯也算是不知死 玩火了,什么事 原来他就逼迫这个 所谓他们的亲华总统 其实我觉得他是正确的 因为与伦近国家不可以这么差的关系 亦都在杜特伊特年代 菲律宾的发展也不错 但现在这个马赫斯 麻烦了,他就要调查 对话,关什么事 这个马赫斯 他总统也调查不到他 这个是菲律宾 不是其他国家 原来 因为之前的禁毒之战 杜特伊特叫做禁毒之战 要调查 他想着杜特伊特 会比较远一点 有些事情做得过了 原来他一句都没有说 他说我不会道歉 也挺累气 也不担心 因为他之前的手下被人捉了 他就觉得 你这样选择我的手下 我都不会道歉 他就说 不要质疑我的政策 因为我不会道歉 我亦都 道歉会辩解 以为他会辩解 辩解也不辩解 亦都是 我做的事是我必须做的事 原来国会在外面 الأ宫 原来很多人都支持他 还有 现在 杜特伊特的阵营已经传出了 你这样逼我 掩带我们 一定会跟你对选到底 是不是 我想他是想杜特伊特 可以给你一个下马威 他不出来选择 参议员 只是选择总统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那个女儿仍是你父手 原来 这位被称为亲华总统的 杜特尔特就在参议院捍卫他发起的素毒行动 原来杜特尔特当日坚持一贯立场 认为使用为禁品是一种社会弊病 应该用铁碗手段来治理 因为菲律宾坏坏了 这件事我认识的菲律宾人每个都拍手掌 深受其害 深受其害 你不是这么硬的话 是怎样都解决不了 对 没错 其实菲律宾这些违禁品问题很严重 杜特尔特16年上台没多久就发起了大规模的运动 被外界认为 是一场战争 当然他的打击效果立光见影 但亦是饱受非疑 菲律宾统计 打击行动造成六千多人是没有了 但是他们当然人权组织和国际 刑事法院认为真实离世的数字多很多 有三万多人 并且缺乏 他们和相关违禁品犯罪有关的证据 他们真的有错没有放过 他们人权组织 原来这些人权组织就是一些 动手的人可能是警方派来的 外界质疑声音这么大 但杜特也特强调 无论这场战争 成功与否 他都不是一场完美的战争 愿意 这句型 他说 我一个人背了所有的责任 一个人 即是他不像那些 大家知道 是否47人案 香港是否47人案 什么都捉了戴耀廷 结果他说 我 只有我本人承担所有的责任 即是你不要搞我的孩子 其实他这番话 他阵营的人 听到很感动 哎呀 你看 你知道有些老闆很坏 做错事 就找一些孩子来出来背缩 缩沙 是吗 到底他说不是 有什么我一个人背了他 这种 也挺有大佬的感觉 难怪为什么这么多人追随他 是吗 其实 在当日参议院的行动 听证会当中 杜特伊德 被人问他 你是不是有一个 秘密的组织 叫 达玉行刑队 这么大 他就说 没有这个组织根本不存在 不过 他也表示他曾经 命令手下的警察 鼓励他们 就是 要向一些嫌疑人反击 因为 他说 其实 菲律宾警察 如果你对那些人手软 下一个你就让那些人搞定 这个我也相信 那些地方 是吗 也是那句话 有些地方的特殊国情 你真是没办法 你真是没办法 也 知道一件事 就是杜特伊德 我背着所有的责任 他就坦白说 我鼓励 跟 罪犯战斗 他也不怕认 我鼓励他们 敢于反击 这是我指示 我鼓励他们战斗 如果他们战斗 可能有机会把那些人扔下 这些麻烦在我们城市里面 麻烦是指那些 是 拆家的东西 后来我们解决了他们 他就说 我是 鼓励他们合理运用智慧权 而不是胡扔下人 当然 人权组织就说他胡扔下人 不过 此时此刻 菲律宾人 很多人都觉得他做得对 很多人都觉得他做得对 当然 如果你是违反人权 当然是不对 但是 竖国情令到民情是如此 因为当时其实他是 就算马赫斯也不敢说他不符合民情 马赫斯也没有说过 他是 逆民业务 而且 看来当时的 形势 支持他手硬的人 我想都是多少 否则他就选不了 也要看回杜特伊德 他长期执政在哪里 就是 达玉士 原来他也是有一群支持者 原来他们 有个叫达玉行刑队 就被认为 杜特伊德长期执政的达玉士的安全 维护者 他们惯用手法就是将 涉嫌 做坏事的人 当然 有些是当街拉低他的 这些人当中 有些是被定罪的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走出来 有些是被指控的 有些还没有正式逮捕的 原来这个队伍是达玉士的警察组成的 但是他当时在他的城市有其他没有 杜特伊德亦说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哇 这句重影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现在就认罪 哇 真是 喂 你知道 这么有雷气 他 也算是向 小马克马克思 不是示弱 是示威 即 你要逼我 那我认罪 我不害怕的 喂 说真的 你究竟对他怎样 是吧 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现在就认罪了 他在 达玉市长时拥有一支 专门对付 罪犯的敢死队 他就说 很搞笑 对付的人 都不是警察 他也表示 他不希望他的警察 在 你知道他聘用什么人吗 前 有颜色的背景的人 做过敢死队 他说为什么 不是找警察去做呢 原来 为什么不是找警察去做呢 原来他就说 因为 我不希望 我们的警察的同仆 在拉低一些 卖为禁品的嫌疑犯之后 就被 停职 或者坐牢 这个只是 为了告诉达玉市的人 我在那里 如果你犯错 犯错 我哪里都不去 我就是在那里 要拉要锁 你来吧 杜特尔德说上述的时候 菲律宾的前 国家警察总长 罗杀 还有 达老 亦是 帮他辩误 杜特尔德只是开玩笑 他说杜特尔德从来没有指示他们辣得任何人 罗杀也说 这是 吓吓罪犯的说辞 就是恐吓吓人 达玉市之所以风平浪正是因为 犯罪分子都怕了 每当 媒体报道达玉市 有些 有人离世的意外的时候 就会说DDS 就是说什么敢死队 当然杜特尔德说 我一切都是为了国家 我 只要我本人承担所有责任 他亦说不会为自己发起 禁毒之前进行任何 道歉或者辩误 他认为自己做的事是一个总统需要做的事 亦保护了守无寸铁和无辜的人 杜特尔德也表示自己愿意付起所有责任 而根据他的指示的警员 不应该被追究责任 就说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亦坚定地解决 非法毒品问题 无论如何 就说不完美 不过 我自己 只有本人为警方根据 他的命令所做的一切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我将会承担责任 我将会是承担 坐牢后的人 而我 不是那些执行命令的警察 我同情他们 他们只是做了自己的工作 当然 马赫斯阵营的人就觉得你应该坐牢 另外多数党 领袖 亦表示即使是前总统 亦不应该 免于法律效果 既然 杜特尔特也说要负责任 不如将他交到司法部门审理 但是 如果这样做 亦是 可能令到 马赫斯会受到很大冲击 因为 在现在 众议院 要调查 杜特尔特这些事件的时候 杜特尔特家族 已经和小马赫斯的马赫斯家族 之间列行扩大 他的女儿 亦即是副总统沙拉 亦公开表示 现任总统马赫斯 不知道怎样做总统 并 sports 他们已经 掌握了总股彈劾马赫斯的 罪行的清单 并且会进一步atorlier 当然 这些气息也都会引致 granted 团结 再看菲律賓兩大政治家族就是決裂 沙拉對馬赫斯發出最強烈的批評 沙拉亦說 菲律賓議會的政治對手 指馬赫斯家族對他發起彈劾 想將他拖入鼻獄 沙拉亦說他曾經向馬赫斯姐姐說過 如果你膽敢這樣做 你老爸老馬赫斯 就是一個獨裁者 你就會 我老爸 將你老爸葬起這個英雄的原目 有辦法將他撞入 亦有辦法 將他的遺體 丟到南海 當然 其實你這樣逼到特爾特 逼他 明年五月 選舉的時候 就是 用力跟你對選 菲律賓 即將舉行的三年一次中期選舉 這亦是對菲律賓國內政治 重新洗牌這次中期選舉 將會改選參議院24名議員當中12名 其實馬赫斯家族 已經有12人參選 包括他的姐姐 現任參議員 就是 梅馬赫斯 而現年79歲 差不多80歲 杜特爾特 重返政壇 不過他就是做達玉士市長 而他的兒子 現任達玉士市長 就是 Sephashton 將會 競選副總統 另外 會不會 就是他其他 人再出來呢 其實去年 隨著馬赫斯 議會的盟友 攪拌杜特爾特的 女兒 沙拉 其實馬赫斯 一改 之前的政策 以及 亦都說過 以前杜特爾特的禁讀之戰 他說這些 過去的東西我們不查 亦都覺得杜特爾特以前做得對 現在你找他出來搞 他的陣營已經放風出來 明顯一定報仇 一定跟你對選 一定跟你對選 就是王朝對王朝 25年的中期選舉 其實 就是杜特爾特家族 和馬赫斯家族 誰更加強勢的一次 變相公投 這個就是風向標 其實你惹怒他 我覺得不智 但是他有可能 你也知道 朱波洛光維家 就是連杜特爾特都叫你 去議會 說 結果 杜特爾特就不肅 說什麼我承擔了 如果你要我認罪 我現在就認罪 嘩 真是帥氣 別開玩笑 你知道很多政治人物 我們都說過了 經常找那些小子出來撐 不關那些小子的 是我下命令 我認罪 我吃光 你要坐牢就要坐 不過說真的 當然 馬赫斯家族 有人說 這樣就要抓他坐牢 我覺得暫時馬赫斯不夠膽 只是抓他坐牢 可能你的政權 可能你的政權 可能你的政權更加嚴重 好 這是第一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 被稱為地球上 最強的准軍事組織 不是阿加納集團 是黎巴嫩鎮主黨 看看真主黨 他的媒體辦公室發了一份官方聲明 上個月被以色列搞定了的那位真主黨領袖 納斯魯拉 這個台灣地區是要跟人家倒轉 人家的納斯魯拉 他是納斯拉勒 都差多遠 真主黨的任命發言人 卡西姆 成為新的領導人 成為新的領導人 卡西姆 大家知道 卡西姆 經常出現在人前 真主黨高層 評議會亦表示 這是領導層 經過選舉後得出的結論 聲明亦說卡西姆致力於 先知無可默得的真正教義 以及 是真主黨的核心原則 卡西姆之前 是真主黨的二號人物 主要擔任組織發言人 他這個月頭時曾經也說過 以色列應該接受黎巴亂停火 否則面臨巨大痛苦 因為他們組織 會對以色列進行更加猛烈和更加新入的打擊 10月8日 卡西姆亦在一個秘密地點發表講話 就是真主黨和以色列之間的衝突 是一場 是誰先哭的戰爭 他就說真主黨一定不會先哭 即是誰 糟糕 雖然以色列的打擊是痛苦 但是他們有能力 可以 捲土重來事實上是 我們說過 他背後不是一個簡單的 是軍事組織 或者其他有宗教 作為他們的支柱 有宗教作為支柱 但是這個真主黨秘書長納斯努拉 遭到空中攻勢而離世 納斯努拉的表弟 可能接棒的 薩菲丁 亦被 拉低了 卡西姆就是臨危壽命 雖然是高級人物 但是他的信位比較低 亦反映他平時的穿戴 很多時候卡西姆 戴著的白色頭巾 和 納斯努拉和 他的表弟 他們倆戴著黑色頭巾 表明 他們 是作為先知 無可默德後裔的地位 卡西姆 不是無可默德的後裔 但是 不要緊 最後還是他上台 最後還是他上台 究竟誰先哭呢 無人知 看看卡西姆在1991年 就是 獲得時任真主黨秘書 就是 穆薩維 做任命為副首 當然 穆薩維格連 亦被以色列的直升機器搞定了 納斯努拉亦後來成為真主黨的領導人 卡西姆仍然是 做 副 總秘書 長期以來一直都是主要人物 因為他接受訪問多數是他的 我也相信 你要搞定他們不會那麼容易 就算明天 卡西姆都沒有買了 再選過 會忘了當然不會 一來他有伊朗的支持 以來 就是 他們背後的 宗教理念 而且他是伊斯蘭的大旗 他是撐巴 這個就是他的大旗 他不會倒下來的 也是伊斯蘭世界 現在最偉大的事業 就是要令到鮑勒斯坦建國 建國第一步肯定要先趕走義軍 好 這就是 第二則新聞 最後則新聞 聖誕萬言現象 原來今年聖誕節還未到 聖誕節的氣氛 肯定慢慢來 九月後 就開始有少許聖誕 的動勢 其實聖誕節 現在 英國的學者發現聖誕節每年 好像越來越早 好 還有這個猜測不是憑空想像的聖誕 而是實際數據支撐的大型超市 還有 這個音樂 串流平台 各地新聞也看到 聖誕商品歌曲廣告確實 逐年 提前推出市場 也叫做聖誕萬言現象 現在持續擴大 看看原來 每年聖誕歌曲的排行榜 好像九十年代聖誕歌曲 多數在最後兩個星期才進入四十大 但是 現在就多了 好像兩首聖誕歌 之前記得有首最出名的 Last Christmas 還有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都是 去年 11月10日已經 進入了 四十大多人聽的歌 14年以來串流媒體 就是逐漸普及 聖誕歌曲 下載亦多 也不奇怪 無論在家或公共場合 播一播都會有些氣氛 更加 會有些很抗拒 他真的這麼早就播 播到門 也有人會這樣 播到 疲勞 我也覺得 有些太早播 澳洲跟他們反轉 澳洲夏天 去海灘 夏天 民眾可能會發現 聖誕商品已經出現在 貨架上一段時間 根據零售顧問公司 Associa的數據看到 好像英國 超市上架的聖誕節 商品 的時間逐年提前 Tesco、Singsbury Esta、Morrison 等等大型超市 今年9月7日就開始販賣 是這個 Minspie 即是聖誕的 是 比2023年9月9日 和2020年9月28日更早 當然了,食品商 亦表示 消費者對於提前購買 是節慶產品的熱情 亦推動超市提前將這些商品上架的主因 消費者 原來落於提前準備聖誕的物品 早必準備 其實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越近聖誕的東西越缺 因為人們越買越多 是嗎 就說這個也是好事 世界各地聖誕的市集 亦提前出現 好像 最大規模的哪裏就是白明漢 最大規模的法蘭克 福聖誕市集 原來今年11月1日就開了 亦延續了 10年以來提前開放的這個趨勢 這個 另一個市集 Esta 亦在11月15日就開了 之前是11月23日 在很多港人聚居的晚次之特 今年是11月10日開 之前 亦是11月18日 大家都希望早點有些氣氛 不過也好 因為 大家早點準備 到時沒有東西買 現在經濟麻煩地 長一點時間買東西 即是 你銷售的時間 因為你知道過了那個時間 你那些東西要怎麼購物 因為過了聖誕節沒有了氣氛 你那些買 說真的 那些商家都是賺一股 就是 11月的時候賺一股 是不是 早點也好點 好,今節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